我是這個07年來到嘉興 那我本來我是從珠三角轉移到長三角來 那後來呢我就是一路在嘉興這個扎根發展 再講新質生產力的話 我們可以見證說一路紡織業 從這個所謂的高軟高排放的一個企業 變成一個低排放低能耗的一個企業 因為這個是一個民生工業 那它本身呢也是就是市場上所需要的 但是我們怎麼樣從本傳統行業的 這個高能耗高排放的一個企業 慢慢的自己去轉變 那其實我們現在以我們這個行業來講 也是達到了一個規模以上的轉變 那現在呢其實整個同品牌來講 不管包含像我們在浙江 跟我來自台灣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國際品牌的一個訴求要求 跟我們本身自己政府單位 對環境保護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也對這個新質生產力的一個要求轉換 都做了很多相應的一個要求跟規範 所以說我們本身像我們自己的企業來講 對於這個能耗 或者是綠電的使用量比例 那還有我們的排放的標準 那甚至我們都是在線監測啦 實時監控 這些都是對於我們 還有我們設備的一直在更換更新的 這些都是一直出進的我們這個整個行業 從以前是以量為主導 現在變成直為主導 尤其我們是在浙江 浙江肯定是在所有的政策的推動 都是以第一梯隊的形式在推動 那所以我也很開心我能夠參與 這一個階段的一種轉變跟發展 所以我們開始有綁在這樣